大家好,我是饭团妈妈,发凌后好运咨询时,专注于备孕、孕期保健、产嫌咨询。 如果你有任何运产相关的疑惑,欢迎讨扰。 另外,我这里整理了一系列怀孕相关电子书籍,如有需要,可以资讯发送书籍。 林毅同事今天神神秘秘地走过来,低声吸语地问我,我最近想备孕,但是月经一直不准。 你说,是不是很难划算啊?月经不调是一种常见妇科疾病,我周围很多女性朋友都深受起态。 长期月经不调可能导致不孕不遇,广大女性同胞们,引起女充分的重视,正常月经周期21到35天不等,只要是有规律的,都属正常。 可我这些朋友,有些是精气气前,有些是延迟,有时候多,有时候少,完全没有规律。 而且,她们还经常抱怨大姨妈来的时候肚子疼,鼠发胀,血中夹杂着凝宽,这些都是月经不调的信号。 那月经不调有哪些危害呢? 一,皮肤粗糙,八蛋,容易长斑,经常伴有包孔粗大,容易衰老,影响女性的整体精神面貌。 二,长期月经不调容易引起体内的毒素成绩,不利于子宫和暖巢的排毒。 三,食欲性的性欲减弱,严重的还会导致不孕不遇,影响家庭幸福。 雷凡得了月经不调,到底还能不能怀孕呢?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您首先弄清楚,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月经不调? 我把这些原因规范如下,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,做一个初步的评说,看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类。 内因,一,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引起的月经不调,主要是下后脑,生茶杯,乱潮粥的功能不稳定,或是有缺陷引起的。 即月经病,耐分泌失调将会导致排卵障碍或不排卵,而气质病变或L物等引起的月经不调,比如生殖器官局部的炎症,发育异常等。 这种情况下因现排除卵巢,此宫是否存在一定的妇科疾病? 万一,一,过度劳累或精神压力过大,随着女性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,压力也随之而来。 长期处于压力下,脑下水体的功能就会得到抑制,持卵巢不再分泌,女性荷尔蒙或不排卵,月经开始紊乱。 同样,长期的心情压力,生闷气或情绪不佳,也会影响到月经。 二,营养不良,很多女性为了好身材,拼命减肥,导致营养善食严重不均,幼得甚至只吃水果。 不吃米饭,长期下去,身材变苗条了,可身体狂了。 三,受凉,女性本来就没有男性的火气大,再加上不常运动,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, 这种体质在经期就会特别容易受寒,盆敲内的血管收索,导致暖超功能紊乱,引起月经调减少,甚至必经。 如果是一般的压力所致,只要给自己节节压,放轻松,得身体恢复正常,状态基本上不影响怀孕。 但是,如果是因为内分泌失调,或者器官病变导致的月经不调,怀孕就会变得有些复杂。 因为月经不调的女性,更容易患自股肌瘤的复合疾病,这些病病将会导致女性不孕的发生。 与此针对这个问题,我提以下基点建议。 二,如果是外因引起的,建议去找套普中医治中药进行调理,平时不能熬眼,注意休息和合理善食。 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